原标题 水资源很便宜 因此很多人对水浪费很严重 但是对于一些国家来说 水那是生死存亡的事 最典型的是下面这个强国 一个小湖泊 水源不大 但是却是其生命源泉 唯一水源 为此 其宁愿与全世界为敌 这个湖就是位于中东巴勒斯坦地区 和叙利亚交界的加利利海 阿拉伯人管器叫大巴列湖 在我们看来 这个湖只有160多平方公里 水深40米 总共的在水资源只有8亿地方里 看起来很是不起眼 在我国那也是一个小湖泊 但是 这个加利利海却是中东地区 超级军事强国以色列的唯一水源 是其生命源泉 在中东地区本来就缺水 而巴勒斯坦地区沙漠很多 更加缺水 而且虽然旁边就是海 但是淡水资源几乎没有 而海水淡化的成本非常高 而加利利海 那是巴勒斯坦地区最大的淡水湖 据以色列现在的使用水平 加利利海能够养活以色列80%以上的人口 所以以色列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管理和控制 但是这个加利利海水资源通过地下管道被送到以色列每一个工厂 每一个家庭 而且水资源被收归国有 军队管控 因为加利利海实在是太重要 一旦失去或者被占领 哪怕有被占领的可能 对于以色列来说也是灭顶之灾 所以用生命源泉来形容一点不为过 为此以色列不惜一切 在以色列独立后就占据加利利海 而且为了彻底巩固加利利海 不惜发动两次中东战争 尤其是第三次 以色列不惜代价占据叙利亚西部的哥兰高地 因为这个哥兰高地那是加利利海唯一的威胁 如果哥兰高地被叙利亚控制 叙利亚就会将军队驻扎到加利利海对岸 甚至只需要在湖里放置毒物 就足以让以色列损失惨重 因此对于以色列来说 哥兰高地虽然属于叙利亚 但是以色列必须占据 因此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 以色列归还了埃及的西奈半岛 但是却牢牢掌控叙利亚的哥兰高地 为此受到阿拉伯世界 乃至全世界的谴责 但是以色列丝毫不管这些 因为对于以色列来说 为了保住加利利海 以色列不惜与世界为敌 现在在以色列境内 凡是政治家提到 要归还哥兰高地 都会被认为是汉奸被唾弃 因此无论什么情况下 以色列在未来为了加利利海 都不会放弃哥兰高地 因为这是命根子 所以啊 水有多重要 从这可以看到了 探究历史真相 发现背后故事 对待历史 必须较真 更多精彩 请关注还原历史背后真相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